大家好 今天是3月10日星期三 市有少少先升而后放缓 因为早市高开482点 到29,255点 奈何买盘始终来说都是薄弱 加上零税的沽压又再涌现 结果指数又升到跌 最低暂时结果28,710点 好了 期后的市况一直在这个区间里走来走去 意义不重大 因为事实上来说市根本处于一个中期调整之中 所谓的中期调整 绝对不会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完成 一定要一个时间 因为它由高位下来一两个星期 接着打底可能过零星期 再慢慢走回上去又要过零星期 即是你没得三四个星期或四五个星期 是不会完成 甚至结束一个所谓的中期调整 这个运行的时间大家一定要留意 从技术上来说三月份暂时来说都是先高后低 是由三号的高位29,912 跌到九号的低位28,326点 1,586点的波幅不算多也不算少 但问题是一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来说不可能在五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意味着三月份剩下的交易天应该有更大的波幅点 让我们见得到 而按照现在的势头的话 似乎试一试低位比较大 顺带一提 十天线很大机会在短期之内会跌穿五十天线 令大市的沽压稍为会偏重一点